主料,豆腐300克,鸡蛋两个,补量,油,盐,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豆腐洗干净切小块,鸡蛋打成鸡蛋液,葱切小段,锅中放油烧热,倒入蛋液,鸡蛋表层开始凝固的时候,用铲子搅拌成碎冰蒸出蛋液,放入葱花炒一下,待油烧热后,下豆腐翻炒一下,最后倒入炒好的鸡蛋液, 下炎翻炒片刻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次菜最好少放油,以免太油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